量在 只需记住这三点 就会让你的出肝变得更有穿突力 第一点 这种出肝感觉就好比弹簧一样 球肝末尾的速度是最高的 首先需要改正的就是 让球肝出来的时候不要让出速度过快 要慢慢的逐渐加速 只有这样子 肝头才会跟母球接触更长的时间 传递更多的动能 这样才会有穿突力 第二点 在描球的时候 力量不能只描在白球的表面上 要描穿过白球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你在打球的时候 只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坚决把球肝加速推到眼前注视的地方 第三点 在瞄准好以后 要感觉球肝和母球都消失了一样 只想着把你的拳头 加速推到眼睛注视的进球点上 反复训练以上三种感觉 你会发现球肝打在母球的力 会变得非常扎实 量在 实不相瞒 想要个赞 下课